《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反应还不算太坏 还过得去 这本书已经出版很久了 1998年出的 名义上是隋文帝传 实际上是对隋史做一个反应 一个比较深入的去探讨它 借隋文帝为线索来讨论隋史 所以隋朝的很多问题 这里都有比较深入的讨论 所以我建议隋史第一本就读这一本 隋文帝传 我们先看隋朝 我们讲历史 很多感性的东西都没有 就是一些纸面上的东西 历史学给我们最主要两个方面 一个是历史过程的复原 再描述 这个方面是目前中国历史学教育最薄弱的方面 谁都不愿意去复原历史 去做史料 还原真相 大家都喜欢做历史评论 哪个问题来夸夸其谈 谈它一通 仿佛很有见地 其实这个具体的过程被掩盖了以后 你的所有的评论都是无效 因为这个过程已经被扭曲了 不真实了 你在一个不真实的过程上面进行评论 没有什么效果 但是很可惜 我们今天的历史教学 基本上都是走后面这条路 就是第二个方向 对历史进行一种反思性 讨论 评论 这个方面下的功夫比较多 所以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个系 今天来上课 应该说是心情非常沉重 因为我们系又有三个好的老师离开了 这个两三年就走三个 两三年就走三个 每个走的都是国内 算是这个可以说是动良级的教授 纷纷离开这个系 所以这个做这种还原历史真相人就越来越少了 留下的都是评论的 我们先看感性 我们先看隋陶这个地图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隋陶的版图 从东边的东北 那个地方 对吧 沿着辽河流域过来 一直到西边 到河西走廊这个地方 那么北面到南面 南面一直到胶子 这个主要就是隋的 包括的范围 那么隋里面有多少个郡 这个图里面有表现 所以大家可以看 以及当时候的周边的形式 北面主要有突厥 东北有一个高构地 和我们有关的高构地 这个墨河思维 主要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看这是一个 版图比较辽阔的大帝国 那么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 隋朝的建立 隋朝的建立者是隋文帝杨坚 这个人我们首先要记住他 要看好他 这个图呢也是比较好的 唐人画的 历代帝王的图 应该是眼力本画的 这个图呢已经流逝到美国 从美国 这个照相回来的杨坚的图 这个杨坚呢 他姓杨 这一点很重要 做历史 我们一定要注意历史的细节 这作文尤其是历史系 毕业的同学 一定要注意历史的细节 历史的真实 客观的方面 这个杨有什么意义呢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杨首先它是出自一个名门 自称是红龙阳字 红龙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如果从山西到陕西去 有一座很有名的山 西越华山 华山下面就是一个华阴县 华阴县 红龙就在那个地方 那么这个杨家呢 在中国历史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做历史 一定要记住一些家族 越往前走 这个家族在中国历史上起的作用就越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北大有一个很著名的教授 叫做田于庆 田于庆写了一本名著 东京门阜政治 是吧 这本书很值得读 因为田先生文采非常好 思考非常的深入深刻 他讲到了 从这个魏以来 朝朝的魏以来 中国这个政坛形成了一种门阜政治 所以是一些大家族在主导着中国的政治的走向 在这些主导家族里面 我们看唐朝最著名的有崔鲁李正王 对吧 这几大姓 还要加上阳姓 加上若干的姓 大概有几十个家族 在隋唐的历史上 他这个宰相 这个上书 部长级的官员 不断地出现 所以像这样的大家族 我们一定要注意他 而且不应该从一个单个的家族去考虑他 还要考虑到家族实际上是一个网络 我曾经指导一个研究生 他做山西的氏族 我就叫他你把山西的氏族的网络做出来 因为古代这个大家族都是讲门当户队 联姻通婚 一联姻 这个家族和那个家族就成了姻亲关系 所以是成一个网络 一个阶层 其中就有红龙的羊 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红龙羊寺的起家 很远的我们不说他 大概是从羊喜开始的 该下之战 杀项羊的其中一个队长 这些我们都略过 他在东汉出了很重要的人物叫杨正 这才是这个红龙羊出名的真正的人物 杨正在东汉当了大官 但是他那是一个清流官员 大家知道魏晋南北朝史里面讲清拙 清流这个清 下个学期我给大家讲魏晋史 我们倒过来从隋唐史开始 这个清流的官员 清流官 这个清流官他抨击的和他相对立的是拙 拙官 什么宦官啊 贪污腐败啊 那些干坏事的官 清官呢 那当然是一些这个出身家世好的 有名牌学校修有这个文化修养的这样的官员 杨正就是一个清流官 清流高官 他对腐败 东汉腐败的政治进行严厉的抨击 他希望能够进行朝政治的改革 让东汉恢复到政治清明的时代 很可惜 他的这个主张没有得到支持 反而遭到了政府的镇压 他被解职 遣回家乡去 送回家乡去 送回家乡 他首都看首都在洛阳 一个被罢官的人 结果有无数的人去送他 这一幕是非常动人的 一个被贬官的 一个政府盯着他要抓他的人 有那么多的人去送他 官盖如云 一路把他送回去 从洛阳 他家乡就在洪隆 所以这样子 他这全国的名声就高涨起来 被称为关西孔子 以前有孔子 今天关西也出了个孔子 就是杨正 杨家 因为杨正 这个世纪 以后杨家就成为了天下大名门 所以我们看到 你从杨正以后 你去查每一个朝代 每个朝代都有洪隆 杨家的人当大官 西晋不用说了 杨俊 这个善权 是吧 还有呢 每一个朝代的皇后 都很多出自信仰 能迎娶杨家女 这是人生的莫大的荣耀 在那个氏族的社会 我给你举个例子 李世民的女婿 他后悔 我一辈子后悔 后悔几件事 其中一个 就是没有娶五姓女 崔儒李正王 五姓的女儿 他是皇上的女婿 他还觉得他后悔 没有娶到五姓女 你说 这个氏族社会 这种名门望族 在社会上 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是什么样子 所以这个杨正出了 大明城的关西孔子以后 杨家就成了 中国历史上 非常显赫的家族 这个家族的历史 我再把它跳过去 你们有兴趣 可以看我那个 隋阳帝传 都有考证 但是呢 也被出版社删掉了很多 我们把它跳过去 因为这个讲下来 杨家的历史太长了 我们就看到杨家呢 出的人里面 像三国出了一个很聪明的人 叫杨修 大家记得吗 三国演义里面出了一个 这个和曹操玩脑筋急转弯 拆你 曹操猜不出来 他都拆出来了 最后曹操脑了 咔嚓 把他给杀了 这一杀呢 杨家就惨遭镇压 之后西晋 晋武帝的两个皇后 先后两个皇后 都出自杨家 是一个姐妹 姐姐死了 推荐妹妹接任皇后 那因为这么深的政治背景 所以杨家专权 后来贾太后 搞政变 对杨家进行灭门 灭门 所以杨家的这个历史呢 是被打断的 这里面有断层 被灭门过 再往后又出现了杨家 所以我们注意到 在近南北朝这个时期的杨家 有一个断层 这个断层我看到 有不少文章 研究杨家的文章 把各地找出来杨家的木制 把它接起来 试图把这个鸿沟 把它填平 把它都连接上来 我反而感觉 这个鸿沟填平了 它就不真实 它断掉倒是真实的 所以之后到了北朝 我们看到有很多 又自称鸿鸿杨士的人 史书都给他加上两个字 字云 中国历史书记载 比较冷静 字云鸿杨士 也就是说 历史学家觉得这是代考 这未必是真实 就字云里面 就有我们这个杨奸这个家族 还有呢 我想还有一家 也是蛮可疑的 隋朝的大将军 叫做杨树 这些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冒进去 接上去 因为这是名门 所以我们知道杨家 中间有一些混进去 就随朝来说 这两个杨 皇帝的杨 尖的杨 跟宰相的杨树的杨 都称是红龙杨士 但我相信里面 肯定有很大的假 为什么假呢 杨树的儿子 后来起来造反 造反的不是杨家内讧吗 内斗吗 所以杨树的儿子就想到 就说如果我不行 我输了 我就退回到洪龙去 好歹还有家族的人 有一个家族的据点 可以聚首 如果是这一个话 是这么说的话 那么杨树是真的话 杨树就是假的 都是一家 为什么 红龙杨家要支持杨树呢 所以我觉得呢 很可能这两家都是假的 都是后面冒进去 那杨树呢 他这个杨呢 什么时候变成红龙杨士 我们注意到 杨树的父亲叫杨忠 杨忠 杨忠呢 在北周 是一个很重要的官员 大家知道北魏后期分裂 分成东西两半 东魏西魏 后来就是北齐北周 北周这个系列 以后统一了华北 被杨监串了以后变成水 在之后 水灭亡以后 同样出自北周这个集团里面的李家 取代的杨家变成唐 所以北周这个系列 成了中国三个王朝 三个王朝 都从这个原 原流都从这里来的 再往前追 这北周的这一批人 起至哪里呢 起至蒙古 今天的内蒙古 武川镇 这是我很想去蒙古 想去的地方 离呼和浩特不远 武川镇 武川镇是北魏 在北方建立的几个军镇 这个镇呢 切莫把它当作乡镇企业那个镇 那就小了 这个镇很大 在北部的边防线上设立几大军镇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大军区 实际上应该是大军区级的 所以是几大军区 武川镇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军镇 从武川镇走出了一批青壮年的少壮军官 后来北魏后期六镇起兵南下 再后来分裂了 他们成了北周的创建者 也就是这一批年轻人里面 有一个杨宗 所以源流是这么来的 那么我们就注意到 杨宗这个家是把它往前追 他自称是红龙杨室 他把它接过来 我们就说他 就算他是红龙杨室 可是呢 他的太太 他的夫人呢 就差不多都是福族了 都不是汉族 所以这样子他是 即使杨宗是汉族 即使他是红龙杨室 这个家族呢 也是高度的民族混血 民族混血的家族 这个民族混血很重要 在当时候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 从五胡十六国以来 五胡十六国 我们就从永家之乱算起 三百一十几年 是吧 一直到水朝建立 五百八十一年 三百出头嘛 我们就说三百了 有多少年呢 减一减 将近两个半世纪 对吧 将近两个半世纪 中国的北方 都是在胡族的统治下 这个胡族统治呢 前期实行的是 民族压迫的争策 不是一个民族融合 不是一个田园木格 是大规模的屠杀 这样子接下了 民族之间的深仇大恨 不是一般的仇恨 深仇大恨 几代人 反复的大屠杀 这个民族毛股非常深刻 这就是我们看到 五胡十六国以来 华北没有一个政权 能够长期统治下去 没有一个能够稳固的 统治中国北方 因为他这个民族问题 不能解决 内部都是民族斗争 不同的民族之间 都是像仇人一样 所以必须有一个各族都能接受 大家都可以认同的人领袖出来 所以我才说 这个胡族跟汉族的通婚 就非常重要 他是一个通婚的家族 所以他自称出自汉族 汉族可以接收他 而且呢 为什么他一定要冒 这个红龙阳士 不但是汉族 而且是汉族的名门 汉族名门 所以大家能接收他 标志性的人物 第二个他在胡族 他是在胡人的地方生长 五川 在这个地方生长 他几代 这个 胡人都是胡人 所以他哪怕是汉人 他也是一个已经胡化的汉人 完全胡化的汉人 所以两边都能接受人物 这个特点 隋朝如此 唐朝也如此 唐朝礼家 说是隆西礼 虽然这个陈映雀硬要说他是赵俊破落户 我很怀疑陈映雀的很多考证是不可靠的 这个我们正在做DNA的分析 我们正在做 我倒相信他 我倒相信他皇族自己的士气传承 说的是隆西礼氏 可是隆西礼氏 他七八代 都是和胡人通婚 所以这样的家族 所以这样的家族后来成了唐朝的领导家族 所以我从这个阳我要讲到这么两个方面 一个是适合了当时门阀政治这么一种大背景 作为一个汉族的名门出现 第二个他又是浮汉高度通婚的家族 浮汉两族都能接受 第三个这个家族呢 从北周这个系列来说 是一个军功家族 立了很大的功劳 我们看北周的政治 北周实行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 叫做辅兵制 这个制 这个辅兵制到今天为止的研究 我觉得对他的意义评价的远远不够 大家只是做一些实证性的研究 代表性的著作 刚才有同学要我推荐书 我就顺便推荐 这个古济光 古济光写的辅兵制考试 是最有名的书 写的辅兵制考试 还有一本书呢 陈仲勉的 这本书虽然很薄 但是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 也是讲辅兵制薄薄的一本 这两本书是 应该说 积淀下来最经典的研究 但是我对 我认为现在到现在为止的辅兵制研究 我都不是很满意 因为他没有更加深入的去讨论辅兵制对北州最重要的一层意义是什么 大家都忙于讨论到底有多少个兵府 兵府的结构是怎么样 这个结构呢 大致上 小的府八千人 中的府一万人 大的府一万两千人 全国六百多少府 那这个有争论 六百三十几 六百五十几 六百六十几 有争论 具体考 这些府分布在中国的哪些地方 这些研究做得很深入 但是呢 我更关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这个辅兵制 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是点一批人 一批龙 可能是龙民 龙虎 把它点为兵府 它成点为兵府 中国古代的腹肌是一定要小心的 涉及到有急 就一定要小心 急 我们中国在世界上 古代如果有专利的话 第一项最大的专利就是腹肌制度 为什么腹肌制度 做得全世界最好呢 因为中国古代收人头税 所以把人编到腹肌里面 有人头就有税 没有腹肌就收不到税 所以这个腹肌制度就特别发达 从管仲以来 管子以来 就是编腹肌 千百年的经验激人 现在很多发达国家 到今天腹肌都编不清楚 我们古代几千年前就编得很清楚 利益驱动 要收钱 收税 收税大家都开心 都 国家开心 老百姓不开心 所以这样子呢 一点到腹肌里面 就可以把这个身份 把这个阶层固定化 所以古代被点为集 不见得是好事 像工人被点进去 降集 点进去这种成为集 士兵进去就兵集 士带你就必须做这个职业 你不能跑 所以士兮化 知道 辅兵实际上 他也是点了一批兵户 这些兵户进到兵府里面 由兵府来管理 那么这些家庭 他的男孩子 儿子 世世代代就是当兵 而他耕种的国家的田上面的收入 就冲作军费 他准备自己的武器 军装 战马 军粮自己复来 是这样子 我们就看到 由一批人转到兵府里面去